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派塞地教官员的一名学生 我叫蒂蒂蒂阿 我的中文名叫蒂蒂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美美于公 天下大公 我的意思讲到天下大同这次的人 是在孔子水文活动时的讲班上 我记得问问我的中文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中国子库传承下来的一种词乡 叫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这代表了马丁的镜在我用一个梦想的眼睛里 希望世界可以消除平坚 消除其实的美好愿望 天下一家 这代表了2008年 在北京撒纳会上提出的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奥伦匹克精神 这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天下一家 这代表了在中国的习近平主席 一旦一旦一旦一路的长一家 爱财人民 与中国人民 可以尊重参与 保温国化 相互扶持共同人的 和谐愿望 看下一家 这代表了 在传统面里已经养出的考验之下 中国有爱财的诚意 文部发展 国有国人有人 同情迷恋系在了一起 所望相处 共同抗议 美美与公 天下大同 这告诉我们要是一种 差异的基础上 包容各自的不同 交流各自的文化 我学习韩语 也已经坏一年的 这一年之中 我看到了 中国文字的一用之美 中国文字的一向之美 中国文字的一进之美 同时我也和我的老师 交流了我们民族文化中的 友好和芬芳 让我感受到的 中爱的忧意和不发展 这就是 我们常常希望这个世界 可以永远的一种美丽理想吧 而我也会为了思想这种理想 而继续努力者奔夺者 谢谢大家 我的眼神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